Youtuber蕾拉和老公湯女在婚後懷上第二胎 並本月6日順利產下第二胎兒子湯包 雖然蕾拉目前在月子中休養了僅僅11天 但身體狀態已經恢復得很不錯 日起來還有老公久違的小酌 稍早腹整結束後 醫生告知傷口恢復狀況良好 甚至直言夫妻倆可以開機了 讓她感到非常安心 原本她覺得還在坐月子旗艦 就到處亂跑的女人很壞 但終究敵不過美食的誘惑 於是當即決定到新衣區吃飯 由於她第二胎並沒有打算給孩子餵母乳 所以在飲食方面並沒有太多經濟 雷拉透過IG限動透露 吃飯時候的清酒和美酒自嘲自己簡直是壞透了 事實上為福布建議 女性產後一週應避免飲酒和含有酒精的食物 以保護傷口免飲酒精刺激 若傷口恢復良好才可以適量飲酒 你先坐好嗎 字幕志愿者發表 啷 我不能過 我會不會吃飯 那你會不會吃槍 我不會吃飯 我不會吃飯 anche為我吃飯 你不吃飯